中華官政府為了提升經用設備 今年是來北戀儀勝到立一億三千四百十萬 買經用汽車一百三十四台 汽車二百四十六台 十九日再起時也在管警局基盤修車電力 希望可以讓警察當人可以更加安全 有效率來捏返人 管長有翁尾米 在管警察局長的培董之下 一一再看專心的車輛 王媛媛表示 管府向中央監促一空九到一一空年 經用車輛台湾經費八千多萬 加上管府自己變了四千多萬 中央一億三千多萬 採救了一百三十四台汽車 到兩百四十六台汽車 公寓散其事必先立其器 那先政府呢連續這兩年 跟中央爭取了有這個八千多萬 加上我們自己的本預算也有四千多萬 總共一億三千四百萬 那採購了有總共一百三十四台的 我們的這個警車 還有兩百四十六台的摩托車 讓我們整個這個預期的一個比率 那個大幅的一個下降 那我們還會繼續努力 讓我們的這個設備能夠更加的一個充裕 環境究竟掉 相信結合一般新國賣的 充裕車輛投入地安放在後 可以更加有效 提升大規範最冷卻 為何中央官聯合地安 讓官民有更加安全的生活環境 大專新聞中央中央 蔡芳報道